也注意到在会晤之前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表示 如果需要的话 美国是愿意延长美朝峰会的时间 另外他还提到可能会有第三次金特会 那么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从美国方面的一些表态 首先可以看出的一个信息是 美国正在试图降低预期 而降低预期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是试图来凸显此次会晤所达成的重要的成果 目前美国国内的对朝的强硬派 不断地在对特朗普政府在进行施压 他们认为当前政府的对朝政策 包括金特会都是政策上的失误 而不是成绩 认为这样的一种做法会破坏美国的利益 所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他的核心的团队 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减轻这种负面的声音 对自己的压力 而美国的一些媒体 包括传统的媒体 也认为朝美之间的接触 最后不能够达成切实的成果 对于会晤所达成的这种预期 是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总体的背景之下 美国的官方 包括美国总统本人 在试图降低预期 减轻压力的同时 也为最终达成的成果 营造一个更加低调的氛围 来凸显他达成的成果 而另外我们会看到 这种预期的降低 也是处于一种务实的考虑 确实不管是美国还是朝鲜 都认识到矛盾是错综复杂的 要解决矛盾尚需时日 所以双方之间 目前在沟通的过程中 都会留有余地 对于可能达成的成果 包括第二次会晤的成果 都有较为客观的评估 而没有过高的期待 这样的一种做法 其实也符合双方之间 处理矛盾分歧的规律 而且有利于双方 在分阶段同步的这种方式上 达成更多的共识